是否支持马林转变她的思维方式? 随着澳门冠军赛的角逐落下帷幕,国拼主力进入了短暂的间歇期,然而即将迎来新一轮士兵赛的备战,这意味着国拼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随着士兵赛的落幕,球员们的排名将迎来一次深刻的变革,这将引发一场全新的洗牌。 这对于队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在国拼队人才积极的情况下,确定参赛球员的阵容排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只有在球员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国拼教练组的用人态度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这也是巴黎奥运前最为重要的赛事之一。 获得参赛资格不仅能够提升全球排名,更能够在新一轮的竞争中抢占先机,从而逐渐扩大与其他队友的差距。 然而,尽管国拼女队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随着女拼负责人马林的用人策略逐渐转变,形势发生了变化。 出入职场之人难以获得晋升的机缘,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由于马林的偏好,一些主力球员无法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 出入职场的新人遭受到了压制和限制。 前天一这位00后球员在最近的比赛中表现出色,但却多次被马林所忽视,这使得他无法获得参赛的资格。 许辉教练在前天一崛起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这也是我们采取这种行动的根本原因。 在他身上,不只是提供援助,他还为自己带来了新的动力和信心。 随着前天的迅速崛起,王曼玉的状态得到了复苏,重新焕发出了与竞争对手同等的实力。 马林感受到了一股危机,因为他的执教成绩比其他人都要出色,这让他倍感压力。 为了巩固自身在教练员岗位上的领导地位,对那些表现突出的教练员实施了打压措施。 这种做法不仅会影响到球队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对自身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这是一种符合人类天性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过于迁就球员,就难免会引起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对球队进行合理的调整。 毕竟,球员们可以在一个公正的环境中展开竞争。 对于球队来说,这不仅可以提高队员们的自信心和团队协作能力。 对于中国乒乓球队的整体维护而言,人为的压制无疑会削弱球员的积极性,从而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当然,除了施加压力之外,马林所引起的质疑还包括对其爱徒陈梦过度的溺爱。 从新加坡的大满贯赛事一直延续到澳门的冠军争夺战。 尽管陈梦在连续获得参赛资格的过程中未能打破冠军荒,但在状态不佳的情况下,他仍然成功地获得了参加德班士拼赛的资格,这一事实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为了实现陈梦的大满贯荣誉,他依然决定放弃对年轻球员的培养。 马林的任人为亲之路也因此受到了质疑。 作为国平女队的主要负责人,马林一直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而是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对国平女队进行了全面的协调和调整,反而专注于个人利益的维护。 他的决策与安排都有明显的个人倾向,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全局的行为方式。 这也为国平女队的崛起埋下了一道危机的种子。 从长远来看,其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其潜在的利益。 年轻球员的培养被忽视,这将导致国平出现断层危机。 对此,拼写主席刘国梁对重用马林的做法感到不满。 本期《乒乓球快讯栏目》邀请了两位乒乓球界资深人士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和看法。 作为当初提拔马林的恩师,马林的不当行为导致刘国梁陷入了舆论漩涡。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刘国梁不应该再袖手旁观,那么是否应该支持对马林的用人策略进行调整呢? 中国乒乓球队的核心球员频繁遭遇失利,尤其是备受瞩目的女子乒乓球选手钱天宜备受瞩目。 他不仅在单打上表现抢眼,还在团体赛和混合双打等方面都取得不错成绩。 作为一位后辈球员,钱天宜在比赛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成功杀入了决赛,成为了本届比赛中备受瞩目的黑马之一。 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具备成为国拼新领袖的前置,有望超越陈梦的地位。 钱天宜在比赛中的表现令人惊叹不已,他的出色表现令人赞叹不已。 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运动员,有着很强的技巧性,同时也有极强的攻击力。 当面对伊藤美成等强大对手时,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实力和状态,令人刮目相看。 比赛开始后,他就凭借高超的技艺、顽强的毅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战胜了对方,为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凭借其灵活的身法、稳健的技术和精湛的战术,他不断地战胜对手,最终成功地晋级。 尽管有些人对他在比赛中的运气持乐观态度,认为他并未遭遇过于强硬的对手,但从他的表现来看, 他的实力毋庸置疑。 与此同时,陈梦在此次竞赛中遭遇了失利的挫折。 陈梦在与俄罗斯选手萨玛拉的比赛中未能如愿,令球迷们大为惊讶。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陈梦一直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但随着前天一等替补球员的展露头角,他的地位或将面临严峻考验。 前天一的卓越表现引起了球迷们的瞩目和殷切期望。 从今年开始,他将连续三年参加乒乓市井赛。 作为一位年轻的选手,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前置和实力, 有望成为中国乒乓球新一代的领袖人物。 他的球感和天赋出众,善于在比赛中灵活运用各种技术和战术, 展现出成为顶尖选手的基本素养。 前天一的成功离不开他不屈不挠的奋斗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自己最擅长的技术, 并且能够将其完美地体现出来。 这是对一个优秀运动员必备的素质。 作为一位备用球员,他必须时刻保持专注和毅力, 随时准备迎接比赛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 他的自信和冷静在比赛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彰显出他成为领袖人物的前置,令人难以忘怀。 然而,尽管前天一已经在本次比赛中展露头角, 但要取代陈梦成为国拼的领军人物, 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和耐心。 从技术方面看,他还需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机球落点稳定性 以及发球抢攻意识与能力。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 陈梦在多次国际比赛中屡获佳绩, 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卓越的技术实力。 他有着超强的心理素质,能快速地做出正确判断。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中间力量, 他曾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等 多个备受瞩目的赛事中夺得桂冠。 此外,乒乓球作为一项需要团队协作和默契配合的集体运动,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以在训练中, 教练员需要注重对队员之间以及运动员与球队成员之间关系的调整。 在选拔和培养选手方面, 国拼的教练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智慧, 为选手们提供了卓越的指导。 为了确保整个队伍的竞技实力和稳定性, 他们会根据选手的实际表现和状态制定科学合理的比赛和选拔计划。 为了取代陈梦成为国拼的领袖, 钱天怡必须在未来的比赛中持续展现出卓越的表现, 并与团队紧密协作,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 尽管如此,年轻选手钱天一的出色表现, 无疑为国拼注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 为其未来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他展现了卓越的技艺和卓越的比赛智慧, 充分证明了自身的实力和潜力。 他的展露头角不仅为国拼未来的选手培养和选拔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同时也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看,潜天一在国拼的历史上展露头角, 成为备受瞩目的黑马之一, 其在本次比赛中的表现着实令人瞩目。 他不仅技术全面,战术多变, 而且心理素质也非常出色。 尽管他具备成为中国乒乓球队新一代领袖的前置, 但要取代陈梦的位置, 还需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的沉淀。 希望他能够克服自身不足, 在以后的训练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 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期盼潜天一在未来的比赛中不断磨砺自我, 不断提升实力, 为国拼的辉煌战绩献上更为卓越的贡献。 期盼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具备长远的眼光, 在年轻选手的培养和选拔方面不断创新, 为中国乒乓球事业的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